HELLO 大家好,我是達特六 有沒有覺得這個場景跟平常有點不太一樣? 沒有錯,因為我跑到別人家來了 那由於呢,就是在這一陣子 有很多的小博士問我說 關於這樣子的天氣 以及異味性皮膚炎要怎麼樣子的保養 那想到異味性皮膚炎呢 如果大家有在followYouTube的應該都知道 我們有一位很知名的YouTuber 他其實長年以來飽受異味性皮膚炎之苦 那藉著這個機會呢 剛好我想聊一聊這個議題 我就決定到他的工作室來 跟他好好的一起來談論異味性皮膚炎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阿滴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滴 你怎麼知道我有異味性皮膚炎呢? 就是因為之前在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常...我是你的粉絲 真的嗎?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剛好看到你異味性皮膚炎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原來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曾經飽受這樣子的痛苦 就是我在考塑班的時候 壓力真的太大了 因為我大學玩太兇 就是把自己曾經搞爛 學業壓力在那時候一次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一次就爆發出來了 那你的阿 本來出生就有了 小嬰兒時期可能媽媽保養很好 就要幫我保飾什麼的 除了有時候會臉頰有些泛紅之外 沒有很嚴重 所以小時候撐過我就以為 爸媽就以為說好了沒事了這樣 但是後來我是小學的時候去新加坡留學嘛 新加坡那個環境 回到台灣的時候 可能是我已經習慣那邊四五年的乾燥熱啊之類的 然後後來台灣變成是悶然後濕氣 所以就在回來國中的時候開始引發 然後國中到高中那段時間是最嚴重的 然後這段時間有嚴重到說 就是皮膚表皮太多受損啊感染 然後到蜂窩性組織眼 然後要住院兩個禮拜去修養 我覺得現在在看影片的觀眾應該 有一些會 應該蠻多人都會知道聽過 但是我覺得一位音樂園是真的 你要親自換油過之後 你才會知道它多不方便多不舒服 那種乾癢到不能睡著 這很嚴重的話就是發炎的感覺 有點像是你感冒然後喉嚨發炎 喉嚨的那種灼熱感 但是在裡面皮膚上 我那個時候是發在我的嘴邊周圍 嘴邊對我之前 嘴邊是很容易發 我也覺得很 對我就不懂為什麼嘴邊這麼容易發 而且像你剛剛說因為你從小就有 然後其實像台灣蠻多小孩子都有 然後我覺得你算真的比較嚴重 因為很多醫生會講說 長大了就沒事了 對其實很多人是長大就沒事了 對長大就沒事了 我覺得因為我是爸媽都有 算是有因為我爸媽是顯性 我媽媽其實也蠻嚴重的 然後爸爸是隱性的 所以就是這樣加起來變成是 我的體質本身就是會比較嚴重 然後滴妹的話它是 它是在過敏 它沒有皮膚炎 但是它是另外一個形式的 它鼻音為什麼會這麼重 就是因為它一直都會在鼻塞 跟過敏的狀態 而且我看它有時候手肘那一側 或者是 對對對對對 因為其實這個地方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濕氣聚集點 在宇宙的宇宙來講 所以異位性皮膚炎有沒有發在這裡 對發在這裡也是好 然後還有那個膝蓋裡面 對對對 你在最大幅的改善之前 其實你在台灣也做過了很多的治療 真的超多的 其實我也做了蠻多治療 但是我後來是用一個蠻莫名其妙的 不過我比較想先聽聽你的治療的過程 因為一般常見的就是 我愛乎第一部類固醇 對 第二部要不就是紫外線 要不就是免疫致劑 對 所以這個部分你也都碰過了 都碰過 然後還有一個中醫 我也吃過中藥 你看過中醫 所以我如果時間順序來說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類固醇 這最直接最簡單 就有發炎什麼的啊 就擦就沒事了 但是它就變成是 它會越擦越多 沒錯 然後變成 如果沒有擦的話 有時候你只要沒有擦 就直接是發炎 就爆炸 對就會爆炸 所以會變成是有一點藥物依賴 後來想要試試看別的療法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那個紫外線的 然後紫外線很有趣 紫外線就是你要排很久的隊 然後你去裡面 白色鐵的一個小房間 然後用機器你走進去 拖到人的內褲 然後就照大概 不太一定的時間 約五到十分鐘 對 一看好像三分鐘 慢慢的往上加 對十分鐘以內 紫外線的免疫療法這件事情 所以你做了半年的時間 我那個時候 我後來啊 就是我用了一套比較 應該說非醫學 就大家不要學 大家不要學 民俗療法 對 就每天傍晚的時候 四點到五點 我自己脫光 在我家的頂樓 晒十分鐘以內 然後回家沖冷水 然後就利用這種方法 我的確在那個一年之內 有控制住還不錯 真的喔 對 但是大家不要學 這件事情我再想要一次 大家不要學 因為我是有自己評估過紫外線的量 我有自己去偵測 哇靠 也太專業了吧 對 因為就像你說的 那要等很久 排隊要排很久 可是 其實滿累的 對 那時候反而會身心俱疲的感覺 真的 那時候幾乎半天就耗在那邊 然後就照十分鐘 就這樣就走了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也沒有好 所以那個醫生他就開給我一個叫做 就你剛剛有講到免疫抑制劑 然後我吃的那個版本 它叫做MTX 它是黃色的小顆粒 因為大家知道過敏 它的運作的原則就是 因為你體內的白血球很腦殘 就什麼東西竟然它都要戳一下 對 它想要戳戳戳 然後想要戳一下 它看起來都不順眼 對 看起來都不順眼 所以就是免疫抑制就等於是 讓它可以穩定下來 睡一下 對 讓它變得沒有用 它其實是雙韌刀 因為你白血球本來就有它的功用 我吃那個的時候它 我記得兩件事情印象很深刻 第一個是那個醫生他 非常嚴重的警告說 你一定要記得劑量 你不能吃過量 然後第二個是 一定要每一個月都回去抽血 去檢查說你體內的白血球是不是 死掉太多 所以那時候吃了那個我覺得穩定很多 但是壞處就是真的很常生病 每個月都在感冒兩三次 然後一直都在感冒中心拍 我有一陣子也是 我那個時候吃到免疫之計 就是變成說我感冒越來越頻繁之後 到我後面停了免疫之計之後 我還是持續的每個月都感冒一兩次 你會嗎 我會耶 就慢慢停掉就好了 我想一想 後面好像還是 對我沒有在吃之後 還是一直處在一個容易生病 但是後來慢慢就 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後來你就是跑到了日本去進行一個 對 就是那個叫做丹羽療法 丹羽療法 然後這個的話我覺得它也是有一點偏明書療法 從朋友聽說 然後一開始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哇這一定是詐騙 聽起來就很shade 聽起來很怪 你要泡在一個沙石浴 然後你要吃一些酵素 然後你在那邊要過著像日本和尚的生活 你只能吃海鮮 清心寡欲 就覺得這一切都很問號 那時候在2016年的年底 然後我訂了一個目標 是我在2017年想要突破百萬訂閱 然後想要就是拚這個目標 所以那時候決定說2017年開始之前 我要先去試試看 然後看可不可以把我體 身體調整比較好 然後2017年可以就是努力的衝刺 不然我就試試看 反正我都試過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去了之後回來 我有做一支影片 那這支影片是2018年 我後來去第二次的時候做的 那這支影片 關於這個日本療法的詳細 因為我是比較拍成像是一個Vlog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所以最主要它就是 它是用一個沙石浴的方式 讓你皮膚自然的流汗 然後恢復正常功能 讓你身體的過敏度會比較穩定 回來台灣之後 也可以維持一個還不錯的皮膚狀況 它這個部分 後來沙石浴的部分 因為我一開始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奇 但我後來有去 其實我有在深入的稍微研究一下 那我發現它其實很合理 OK 應該是來說 我第一開始覺得奇怪的地方是在於 它因為它很熱 對 因為我們異位性皮膚炎其實是怕熱 對 對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會有點嚇到 會想說 不會變更嚴重吧 對我想說你泡在裡面 你怎麼能夠忍受 因為我那個時候去曬太陽的時候 稍微有點熱 我就開始一開始要是要回家沖冷水 可你還是泡在熱的 對 熱的裡面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還蠻妙的 但除了這一點以外 它排汗這件事情 會讓你大量流汗對不對 其實這件事情我後來發現 真的很符合中醫理論 因為所謂的 它為什麼叫濕疹 其實是因為濕氣 我們身體要排濕 在裡面 排濕排毒最大最大的一個 就是流汗 OK 所以實際上很多的中醫在治療 我們這種濕疹的問題 我那時候中醫醫師也是一個老中醫 跟我講說 我每天一定要出去 就是快走或慢跑 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一定要出汗 要出汗 對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身體的那個濕氣排掉 自然被排除掉 對 然後濕疹的狀況之後 就會緩解下來 所以我覺得 是合理的是不是 其實是合理的 所以雖然乍聽之下覺得 很怪 但是其實它是蠻OK的 所以在吃的方面也 吃的方面也蠻 一乍聽之下也覺得很奇怪 就不能吃吃肉 但它其實除了不能吃肉 它有很多其他有了沒有的規定 它其實也不能吃太甜 像巧克力啊 然後甜點啊 然後不能吃太多這個 就是食品 就是說要吃食物 對 不能吃加工 不能吃加工食品 然後也不能吃太辛辣的 像是咖哩啊 辣椒啊 都不能吃 五辛都不能碰 對 五辛都不能碰 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竹筍 然後鰻魚一些 它有特別規定說不能吃 就是在中醫食譜上俗稱比較毒的 對對對 比較燒毒的東西就不要碰 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錶說 你怎麼不能吃 基本上你就是吃魚肉 海鮮 然後蔬菜 跟吃它的酵素啊什麼的 就是變得比較穩定了 像是SOD 酵素 對酵素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蠻幫助我們腸胃重建免疫系統 因為我們腸道其實是我們身體 一個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所以我們腸道好 我們免疫就好 皮膚也會比較好 所以在補充益生菌 或者是酵素這個東西上面 情況還蠻不錯的 它這個 這是它酵素長這樣 它就是裡面 它裡面是一粒一粒的 它要吃的就這兩個 就是這個是酵素 然後這個是一個茶包 它叫做南非的國寶茶 我平常也很愛喝 這個其實好像聽說對皮膚很好 對沒錯沒錯 所以一天就是你要吃兩包這個 然後兩包這個 異味性皮膚炎為什麼叫異味性皮膚炎 就是它發作的位置 其實是 對其實是你沒有辦法掌控 那常常會跟食物有關係 我們體內會發到體外來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覺得補充意識 補充這種酵素啊 異生菌 或者是一些好的食材 不是食品 對所以日本這個療程我覺得 它主要就是用這些概念在走 大家應該 應該有發現就是畫質 突然間有一點變了 因為剛剛我相機沒有電了 對好家在阿迪他們這邊還有 還有可以幫我們拯救我們的 對我們 我之前錄影也遇到一樣的事情 中間要做一些轉場這樣 還OK還OK 像我們剛剛聊到 就是已經要 就是要保養的部分 對對對 異味性皮膚炎到底怎麼樣保養 對怎麼樣保養 因為其實在保養上面對異味性皮膚炎 或是對任何一個皮膚炎的患者 都非常的重要 依照現在的醫學研究上面來講 保養品裡面有個成分叫做Ceramide 就是神經吸安 對於異味性皮膚炎 算是目前醫學上覺得蠻重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在挑的時候會有 平常會去習慣去看成分嗎 不會耶 完全不會 因為也不知道在哪裡得到這個資訊 也是也是 Ceramide 它其實是我們天然皮膚裡面就有的保濕因子 我們體內大概有幾百種Ceramide 那Ceramide裡面 我們會有幾種特別流失 有幾種特別的高抗 對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皮膚為什麼我們比較容易乾 比較容易乾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天然鎖水的這個能力已經沒了 所以我們的水分就揮發超快 有一位新皮膚炎的人 因為像我自己是過來的人 我去挑含有Ceramide的 對我的皮膚的緩解的效果 變成 對我在用藥的階段 因為我那時候是擦免疫抑制劑 然後我就會發現我可能每天都要擦 變成兩天可能三天才擦一次而已 對 就慢慢改善了這樣 對 所以在挑的時候Ceramide上面要挑盡量 越多種越好 所以只要是有 然後看到你有很多不同的 會不會的編號代號 對 就是CeramideXXX CeramideXX 喔都是Ceramide 對 盡量可以買到兩到三種Ceramide 然後還有就是在挑選上面 我們會比較建議越油越好 越油越好 越油越好 所以像你是擦乳液 其實最好是直接擦乳霜 我記得你好像之前做過的影片是 從化妝水到濃稠度 然後乳液 然後到乳霜到油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最適合 因為我們就是留不住 留不住水 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皮膚沒有油 我們皮膚就超乾 所以它就是需要 加油 加油進去 就要補油進去 所以在保養上面會比較偏向於這個方面 那有什麼成分 那有什麼成分是 地雷嗎 就是說你看到 可能要小心的 喔它地雷很多 喔地雷很多 地雷上面 我們通常有些比較刺激性的成分 像是防曬瓶裡面 它用到的一些刺激的防腐劑 或者是刺激的防曬音符 所以這點是我們 比較麻煩的是 因為我們又不能曬太陽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防曬 但是防曬的裡面又有很多成分 但是防曬本身又有 比如說裡面又有一個成分叫做 IsoCell Solindo 這種東西就會 讓我們的皮膚一旦刷到太陽之後 更刺激更過敏 所以主要就是要避開 香精香料 跟刺激性防腐劑 對 但我一定要強調一下 就是不是所有防腐劑都不好 就是 其實防腐劑大部分都是好的 只是有一些危險的刺激成分 還有防曬裡面也是 然後特別是對一位性不變的患者 對 因為我們已經夠敏感了 那這樣是不能擦防曬嗎 這樣防曬怎麼辦 就是 防曬要特別挑就對了 防曬要特別挑 說真的 我們在發作的時候 我們要那個心情慢慢挑發 最好的方法就是乾脆反正 不要曬到太陽就好了 不要曬到太陽 你就是盡量早上10點以前 10點以後不要出門 到下午4點以前 中間這段都不要出門 你這個讓我想到 我其實中間高中有一段很嚴重的時間 我都會撐陽傘 我也是 我那時候是戴口罩加陽傘 然後我在學校就很像異類 可是越是這樣子我心情更不好 但是又會讓我的病發得更嚴重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有一部分也是壓力要自己去挑試 壓力要挑試 壓力其實 我最近最近有少少爆發過一次 就是剛來做YouTube的時候 就是忽然間要面對到這麼多人的 留言 留言 評論你這樣子 沒錯沒錯 所以我之前有看就是 好像有跟華大謙有合作過就是 面對酸民的留言 對酸民的時候 所以那也算是一種排解壓力吧 類似吧 但是我自己對就是酸民的留言 抵抗力比較高 抵抵妹比較會在意一些些 我現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重建我自己的心 所以我會把我的壓力給排解掉 所以非常謝謝阿迪跟我的分享 分享就是一味性皮膚也 也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也是要讓大家之後在於保養上面 或者是在療程上面有一點任職 然後在未來你在選擇你自己適合的 也不要太灰心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當我們認真在找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不能夠確定 會從哪一條路上面 找到適合我們的治療方式 不要灰心加油 我們都撐過來了 我相信阿迪也可以的 是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謝謝阿迪跟我們分享這些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囉 掰掰 因為我做了一支影片嘛 對 然後就導致說很多台灣人 甚至香港人都看到 然後大家都想去試試看 然後就一大堆人去 然後現在醫院也被塞包 哈哈 就是我分享的真的是我個人的經驗 因為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一味性皮膚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一套療程都可以療程 對 所以也有人是去之後覺得 欸發現沒有這麼有效 那我只能跟大家說就是 這個是我個人最有效的療程 但是對你來說的話其實不一定 也要看你身邊還有你自己的症狀 加上醫生專業的建議會比較好做